你是不是丹萱 你是男人 我也是丹萱 想一个人去的时候就一个人 想要一群人的时候就一群人 但真真好 团圆 沙发冲浪课 全球第二 老灵魂之旅 说走就可以走的一个旅行 一个人的时候 蓝萱陪你SINGLE MORE 大家好 我是蓝萱 今天很开心再次来到蓝萱SINGLE MORE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呢 其实真的很难得也很开心 这个就是有点遗失 这个希望到YouTube里面 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空间 可以提供大家很多属于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强调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单身 还是结婚 还是离婚 还是未婚 不管你是独居 还是群居 还是你打算离群所居 其实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 不因为你身边有办或没办而打折扣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是旅行 旅行在未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会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因为如果经常看我的文章 或是听我的节目的朋友 会知道说我真的还蛮爱旅行的 而且我还蛮爱户外的 接近大自然的这种旅行 但当然城市里面的旅行也一定有 因为它更是一个说走就可以走的旅行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另外一个 也是很厉害的旅行玩咖 所以我就很期待有这样的办 未来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会邀请到很多这样的办 来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子可以规划一个一个人的旅行 是多么的美好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是 台北Walker的直播组克莱夫 听说他也是个很厉害的一人旅行者 哈啰克莱夫早 哈啰 蓝萱好 各位蓝萱Single Mode的朋友大家好 你先跟我们说 你们在台北Walker你是直播组 就是在介绍一些旅行啦 吃喝玩乐的事情 对 吃喝玩乐都有 生活方面也有 真的 太很久了嘛 其实才最近这一段 这一两个月才开始 也正在开始当中 这样子 那你一直都是一个人旅行吗 其实不是说都一个人 就是有时候会喜欢一个人 但是有时候 当然也会有朋友一起去 你是不是单身 是 我也是单身 但所有人都会觉得说 好像单身的人就很可怜 单身的人就一定要 只能够一个人去旅行 或者说单身的人 一定要找一群人去旅行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都是自由自在吧 想一个人去的时候就一个人 想要一群人的时候就一群人 各种组合都可以自己决定 我也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对 对 那你自己觉得一个人旅行 好的地方在哪里 好的地方当然最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完全自主 就是说你真的 例如说你到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里很棒 我想要多晚一点 那就多留久一点的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自己一个人 其实你才能够深刻的去体验 那个地方的深度的 例如说假如说这是一个景点 是一个历史景点 你才能够真正去研究说 这个历史背景到底是怎样 所以其实这个一个人旅行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玩得很深 我觉得这个就是 除非跟你在一起的人 是要很志同道合 兴趣非常match的人 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呢 就曾经跟朋友吵过架 因为呢在这个威尼斯 我就很想去看那个面具 然后我就会 我就跟那个老板在聊 说他这个面具看起来非常的 他用纸做的 那个面具是用纸做的 然后呢所以他看起来 有那种英文报纸的字在里面 就做得非常的繁复 那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聊 说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怎么样 结果呢 旁边就有点臭 就不高兴 他就觉得我这个时候 我要去看大教堂啊 这个时候我要去做空洞 什么之类的 他们其实就很紧很紧 然后好像不到下一个站 他就觉得他这一次的旅行 好像不完整 所以呢 就用得有点不太愉快 因为其实你说那个面具来讲的话 对有些人他看 他觉得就是面具嘛 可是事实上 他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故事 他可能有很多的内容 其实是你要真的深挖才能够知道的 但如果真的碰到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呢 你可以边看然后边聊一聊 我觉得那个记忆有时候反而是 还可以帮忙分享 对不对 更深刻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有没有什么 会觉得不安心的地方 我觉得安全问题 最大最大还是安全问题 可是男生也会 男生也会有安全的问题 现在男生也很危险 所以一个人有很棒的好处 但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实际上在台湾我看过一个相关的调查 这个调查讲到说 是今年的调查 是一个旅游平台叫Krook 他讲说我们单身旅行全球大调查 台湾不错 有84%的人曾经尝试 或者至少是现在正考虑要单身旅行 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居全球第二 是是 我也是蛮压抑的 因为我觉得这比例很高 很高 因为台湾实上是真的还蛮安全的 对 台湾相对安全很多 而且交通方便 比自己个人要去也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 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年轻人 年轻的一代比较习惯 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呢甚至去别人家里面冲浪 都无所谓 背包刻背着去人家家里面住 坦白讲到现在为止 你有去过别人家里面住吗 比较少 因为我喜欢住在外面 比较自在 朋友家总是打扰人家 他还不是朋友呢 像我的表弟 他就属于那种很年轻世代的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真的是上网去 然后呢 能够订很便宜的民宿 就订很便宜的民宿 或能够订的话就有所谓的沙发冲浪客 他就直接问说你家有没有空的一张床 或者一个沙发 他就去跟人家挤 这其实是年轻人我觉得有可能 对 而且我还不知道有女生也这样子 我说过你真大胆 真的大胆 现在其实年长者 或是说五六十岁以上的人 现在也越来越喜欢一个人旅行 在台湾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五十几岁也不算年长者 他就自己骑单车去环岛 体力要不错 体力不错 而且我觉得除了体力之外 对体力啦 但是因为如果是退休人士 他可以慢慢骑 就是你也是 骑习惯的就有这个体力 在这次国旅大爆发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每个地方到处去玩 不管是什么台东啦 花莲啦 澎湖啦 南投啦 总而言之 到处都爆满 我真的没有看过人山人海 真的是波到满满满 对啊这样有什么意思 真的很多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大家都到别的地方去了 台北市反而没有地方 没有人来 对对对对 所以台北市其实是一个非常 擁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好玩的地方 很多很人文的地方 所以应该要叫大家 快点来台北玩才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想来聊一聊 台北有哪些地方很适合 就是说当这个假日到的时候 大家其实我们特别号召外线市 台北一块外线市 可以来这边玩 那今天的话 克莱夫要带我们去台湾 另外一个最古老的地方 那就是Vanga万华那一代 对对对 大道成 老灵魂之旅 对对对对 这一次我特别安排这个地方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庙 这个庙可以让你脱单 脱单 一个是龙山寺 可能大家都 龙山寺我去过啊 对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后面它其实有一个月老的庙 越老的那个神像 那其实那个地方 是很多去球银园的 对那个地方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城隍庙 城隍庙也是大家都很熟 城隍庙我听说过 对 峡海城隍庙 对对对对 那边也是很多人都去那边 那个其实它在球银园更有名 只是说 这两个其实在台北来讲的话 是两个很最灵厌的一个地方 欸峡海城隍庙好像连外国人都 对不对 好像也会有人来台湾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景点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 这个单身一个人 其实也就是一个缘分 对对不对 你也不会觉得说 你绝对要或者绝对不要 那如果说反正去那边看看 尤其这两个地方 就我的眼光来看 它至少是一个非常有历史 非常有人文的感觉的地方 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因为我之所以去龙山 社会是有一段时间 好几好十几年没有去过 突然间新人来的时候 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去 你就看那种人来人往 然后这样子烟雾缭绕的感觉 你突然体会这些 这个就是长民文化 对对不对 你会觉得在那边拍一些照片 或者是在那边感受一下 那种感受 像到你现在感受不到 那种烟雾缭绕 对对对 这样没有了对 但是你还是会感觉到 那种树雾的感觉 然后大家很清纯的那种氛围 其实还是蛮好的 会让你整个心比较近一下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旅行本身 坦白讲就还蛮适合脱单的 每次你反而会觉得说 我命运就是要一个人 那么多人来搭山干嘛 对对对 就觉得或者说 其实很容易 有一个聊天的话题 你也一个人 我也一个人 两个就聊起来了 就是也是一种乐趣 而且不会永远会 发现一些新鲜的 就是觉得蛮有趣的事情 蛮有趣的人事 对啊对啊 所以这意外的脱单的之旅 搞不好就在一个人的旅行当中发生 好那除了这个小海城隍庙 还有呢这个龙山寺之外 再来呢老灵魂还有什么 龙山寺附近这边 你可以去像剥皮疗 剥皮疗小时候 我听到剥皮疗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 因为我都以为是剥人皮 就后来才知道是在剥树皮 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很多的 那个木座的工程什么的 其实都木头都送到这边来 然后他们在这边剥树皮 所以很多人听到剥皮疗 都会以为这是一个 然后就把木材运出去嘛 对对对对 一些依据时代 去时代台湾种了好多这些什么 张木啊什么木啊什么木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 很古老的一些历史遗迹 都在这个地方 那他把这个地方都保存下来 我记得当初 漫画就是在那边拍的嘛 对对对对 他不是要留一些 对对对对 他不是要留下来了吗 因为那种专造的那些 都都在啊都还在 其实那个地方现在很多人 你一大早大概 他十点开放的样子 然后你直接一早就是 很多人在里面逛 我就说周末啦 OKOK好 所以呢龙山寺的剥皮疗 甚至一条路线上的 甚至一条路线 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有个新富丁文化市场 那个地方我是觉得 也很值得去看 这我不知道新富丁 新富丁对 因为其实那个地方是 以前就是卖那种食品的 它就是一个市集市场 然后它现在把它 完全改造 你去看它你看这照片 你看它完全就是很新鲜 感觉是很新的一个 文创的地方 对它其实是 已经完全是重新装潢过 然后把它整个做的 里面有可以上课 也有展览厅 然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餐厅 这个咖啡shop 它是一个叫明日咖啡在这边 那所以如果一般人进去的话 除了在那边喝好喝的咖啡之外 可以看展览 那边有展览 然后它有很多的那种 历史故事的一些背景的说明 有影片 那也有一些展示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 这边福大同茶庄 因为这个茶庄它其实 当然它这里 你现在看到这照片 这个以前也是翻新过了 比较新 它以前其实也是一个很旧的一个茶庄 看起来有点复旧如旧 还有点古色古香的感觉 对对对 它虽然翻新 但它也是保留一点那种 古色古香的感觉 茶庄 然后它有一点就是 它最主要是说 你到这边来你可以去买茶 然后你可以坐下来 它座位其实不多 你看就有点像吧台 对 那你就坐下来 然后老板就会泡一些茶 然后它还是会了解 你这一些身体状况 因为其实这个福大同他们的祖先 是清朝的御医 然后所以它很强调说 用茶去怎么样调理你的身体 真的啊 所以你到他讲坐下来 可以跟他喝茶会 泡茶给你喝 然后会直接跟你问诊 当然没有 因为像问诊把脉的感觉 他们已经到第六代了 他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医术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他就是会跟你讲一些 例如说你睡眠不好 他会建议你可以喝什么茶 或者你觉得你比较属于体质怎么样 他会建议你喝什么茶 然后他现场泡给你试喝 然后你就边喝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 你会可能会买一罐茶回去之类的 这样 这样听也蛮有意思的 这个福大同茶庄 原来这样子 然后还有星巴克 这里有个星巴克 这个是在万华邻家老宅去改建的 这也是很多人 礼拜天你去的话 礼拜六礼拜天去 绝对没有位置 它爆满 但是你可以平日去 平日去就会比较有位置 所以大概你来龙山寺拜完以后 你大概这几个地方走一走逛逛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去看看 嗯嗯嗯 好所以这是龙山寺的路线 那么刚刚讲到狭海城隍庙的话 他附近有什么可以逛的 狭海城隍庙的话 其实走到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 感觉是比较文创的地方 嗯 所以你拜完了以后 其实建议你可以到 例如青鸟居所 青鸟居所 青鸟居所 这个老板他开了五间 五到六间 我有点忘记是五还是六间 都是青鸟书店的系列 我知道 杉杉 他这边的话 他其实走的也是这样 比较古朴风格 对 然后你进去他就说 到书店请带走一本书 我们看到这样的字眼会觉得很感动 现在已经 现在人都不看书了 不买书了 真的 真的 但是我们这个 我要先讲 蓝轩Single More 也会陪大家一起读书 因为觉得读书真的是很重要 对啊 有人为你整理出那么多精华的内容 那么有系统的 或者是有那么感情 有温度 有深度的东西 怎么可以不看呢 对 现在很多人上网查资料 很多资料其实也许你都查得到 但是有很多书的资料 其实不会在网路上 不一定看得到的 所以其实看书还是需要的 对啊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看看 新芳春茶行 也是一个茶行 又是茶行 对不对 可是这个茶行跟刚刚那个不一样 它这个里面其实是 因为这个地方 它以前是制茶场 所以它你进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有个年茶的地方 剪那个茶梗的地方 那个工作区它都保留着 它有点像博物馆 应该这样讲 它有这么大吗 对 它就是有点像一个博物馆一样 但是一个人旅行通常当然 不免的一定要吃 到底逛逛逛逛逛走累了 喝杯咖啡啊 喝个茶还不错之外 吃点东西吧 所以呢 这个凯夫帮我们准备一点吃 这两条路线各自有什么好吃的 但一个是小王竹瓜 那它以前是小王清汤瓜仔肉 跟它的鱼肉饭 清汤瓜仔肉 它的鱼肉饭 黑金鱼肉饭真的非常好吃 可以说是我心目中的鱼肉饭第一名 真的 那我就要去尬它 因为我觉得买灶的鱼肉饭 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在台北市 对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 真的 我喜欢 而且我现在有肥肉的 而且你可以吃它香菇 香菇鱼肉饭 因为多了那个香菇 那个层次感又不一样 因为你全部没有香菇 只有鱼肉饭 看起来是很一样 对 多了香菇又多了一点口感 层次变化 好 好 那再来我要旁边 如果说你因为很多人在排队 因为一些比比登 你知道吗 在一讲然后你爆满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到旁边的阿姨 鱼肉饭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盖饭 就是鱼肉饭 那个下面在鱼肉盖住 克莱夫不讲 看不到下面有饭 对 都是鱼肉饭 里面是鱼肉饭 也是鱼肉饭 它那个鱼肉给的那么豪迈 对 很豪迈 好 那你我们刚刚再剪到回来 迪化街 迪化街有什么好吃的 迪化街的话我这边推荐鲤 鲤鱼的Corp 成一个创意料理 因为其实我觉得 它餐厅本身就干干净净的 然后它的东西就做得很漂亮 然后就是刚好适合一人份 就是一个人一个套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 如果你是一个人去那边吃的话 我自己喜欢一人份 对对对 我下次一定要找时间 专门介绍一人份的 就是你一个人去吃 怎么样可以吃到你非常心满意足 一个人适合的餐厅 对 好那再来就是有个敌茶 敌茶的话 其实它就是那种手摇饮料 简单讲 其实它做得很复古 它在踩拳的进去就会觉得很复古 那它没有座位 但是你点它点的东西 像这个彩虹 彩虹胶原什么饮料 它就是很多人都拿来 完美拍照用的 对对 它这个其实就变成年轻人都很喜欢 对我觉得这些老地方 现在之所以能够有新的生命再生 我觉得跟它其实 你取景怎么取得很漂亮 很有味道有关系 对不对 好今天太开心了 谢谢凯特夫带我们走这个行程 以后还有更多更多 适合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以来介绍给大家 好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按赞订阅 而且开启小铃铛 好那就有任何不同的观点 跟建议都欢迎在我们的影片底下留言给我们 谢谢你 谢谢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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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